SR-72惊艳曝光 X-47B舰上起降 海底幽灵搭载无人机 激光武器装备战术载制 2013军事科技大盘点 科技之光即将为您补出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科技之光的资讯版 今天在演播室当中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探讨一下 在2013年当中出现了哪些新的武器装备 当然我们说新的武器装备是一个大的概念 在这个概念当中恐怕还包括着一些实验性的 或者具备一些概念性的 可能还并没有出现实物的一些武器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您说说 这些超换的武器都有哪些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我台军事评论员李克风先生 欢迎您 你好 这位是资深媒体人高飞先生 欢迎 好 那么既然我们说它是属于一种概念性的实验性的 两位觉得在去年出现的一些议论 或者说一些文字 或者说是一些图形 能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未来的武器 会有哪一些重大的变化吗 我觉得去年有一项事情特别值得大家关注 就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提出了SR-72 新一代战略侦察机的概念 2013年10月1日 美国航空周刊杂志网站 首次披露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正在秘密进行的SR-72高超音速无人侦察机研制工程 据介绍SR-72高超音速无人侦察机的最高飞行速度 将达到惊人的马克数6 是目前第四代战斗机最大飞行速度的三倍 含称人类制造的最快飞机 根据计划安排 SR-72将于2018年左右进行原型机试飞 与2030年左右服役 大家都知道冷战时期著名的黑鸟SR-71 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三倍因素 任何的地对空导弹对它都行不成有效拦截 任何的战斗机还追不上它 关于SR-71的介绍的时候 对有一点非常清晰的印象 那就是它的飞行员穿的服装 不是抗和服也不是戴上服 而是类似于航天员所穿着的那种服装 因为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再次看到它就是在《变形金刚》这部电影当中了 一个老太隆中的霸天虎 它居然是SR-71 居然是黑鸟侦察机 而现在SR-72据说已经有图形出现了 难道说美国人已经放弃这种高空高速的侦察机 又要有新一代的温室了吗 当然我觉得这是几条腿 如果我们说的广一点 天上美国人还准备见一个大眼睛 要在离地球3万5千公里的同步轨道上 放一个用膜做的光眼镜 20多米直径 因为光学的肯定做不了那么大 太重了 用膜做的 然后因为它是同步的 同步轨道 所以说它能够就看百分之40的面积 一眼望去 如果它的死盯着你 就把那大眼睛悬你头上就行了 当然这是其中的一条路 当然我们说的像SR-72 这也是另外一条路 因为它不只是为了侦察 如果是为了侦察 刚才说的大眼睛可能也有用 但是实际上它算是一条技术途径 因为原来我们说为了凸防 比如说最早是超低空 后来超低空三带机 再往后四带机隐身 隐身完了 还有雷达可以发现 那么怎么办 是不是会有这么一条路 就是用超高速的办法 那么这种飞行器不光是有侦察机 实际上SR-72同时也可以做打击兵器 全球打击 因为它能够突防它就能打击 现在的载荷小也没关系 因为打得准了 那么同时在这一类的里面 还有比如说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 五到六倍的都是在搞 那么还有比如说空间飞机 其实也算这种范围内 那么在这个里边多说一点 俄罗斯实际上和美国在这方面曾经一度齐头并进 这个技术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都有一点突破 原来我们知道航空最早是罗天桨是一个时代 后来喷气室是另一个时代 但是喷气室到了比如说热胀 那就够呛了 那么再往后会用什么 是不是会用比如说现在设计的超燃冲压发动机 但是目前来说还需要用一个涡喷发动机 先把它加速到两马赫三马赫 然后看用什么巧妙的办法把过渡 在一个更高速的时候才点燃超燃的冲压发动机 那么这种如果突破了的话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就是说谁先走到这一步 那么谁就会掌握了一张王牌 对于以前的比如说喷气机来说 它是一张王牌 当然在这里投资的不光是俄罗斯和美国 那么日本也有研究 而俄罗斯跟美国不同的是它更重视的其实是它的打击兵器 因为俄罗斯没有钱做全套的钝和锚 俄罗斯只能把有效的钱用在做锚上 所以俄罗斯现在想搞高超音速的核战头 就是说我打下来只要是能够穿透你 我就保证我的家是安全的 这是俄国的投资 因为在苏联解体前后 俄国人曾经拿出来过类似的方案 莫斯科有一个研究所搞出来了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的方案 但是仅仅停留在方案 因为后来财政不济 比如冷战时期 美国有SR-71 俄罗斯推出了米格25 他们都是接近或者说美国的超过了三倍因素 而俄罗斯的是3000公里每小时 两者基本上都号称是双三飞机 也就是说3000公里以上的时速 三万米的飞行高度 但是美国的SR-71当时出现了一个技术瓶颈 就是说它的飞行速度一般突破不了3.44倍因素 它的最大设计极限是3.6倍因素 而在今天美国提出的SR-72 它的设计速度是6马赫 但是实际上它的超燃这种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技术潜力无限 因为它目前使用的叫碳氢燃料 美国人现在一直在考虑 如果给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 换装航天的液氢燃料 它在大气层内的速度可能会达到25倍因素 这是非常恐怖的 也就是说它的速度下一步的瓶颈 是飞机的耐热结构和耐热材料 这才是它真正的技术瓶颈 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 在2013年进行了一次特别重要的试验 是波音公司的X-51试验机 当时这种试验机由B-52战略轰炸机作为运载平台 带到高空进行点火发射 它以马赫5倍以上的速度 接近马赫6飞行了300秒 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突破 在美国人看来 下一代的航空技术 大气层内航空技术 就是高超音速时代 美国要把握住制高点 俄罗斯也没有放弃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和印度目前开发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 它的速度是基于前苏联的P-700反舰导弹的技术 它的飞行速度大约是三倍因素 而下一代 印度现在提出了所谓的布拉莫斯二计划 它也是走着美国的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的路子 它的速度据说也想达到五六倍因素 但是两者的技术实力怎么样 这种跨国之间的技术组合 印度能不能从与俄罗斯的合作中获得核心技术 或者说这种技术能不能和美国的相提并论 都值得一问 S272这种东西到底会不会存在 实际上按照美国人自己公布的时间表 它应该是试飞了到18年 然后服役可能要到2030年 这是一个相当遥远的事情 这么长时间 对 到那个时候 他们想看着我们这边的目标可能已经变化很大了 X47B航母起降成功 今后的海空会否成为无人机的天下 核潜艇发射无人机 验证的究竟是怎样的未来 2013军事科技大盘点 科技之光正在为您播出 好 那么基于从这个角度考虑 它的的确确是属于一种武器的概念 虽然有一定的雏形 但是可能还是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技术挑战 以及实际的一些战略需求 我想它无论说是拥有大眼睛 还是各种卫星也好 对地面的侦察 美国人的搜集情报能力已经是全球第一了 它搞这种高空高突防性的侦察机的研习有必要吗 我觉得绝对有必要 而且来看SR-72可不是说是雏形 它已经具有了很大的技术基础 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美国航空爱好者就说 他们包括一些地震采网都测定到大气层内 有一些异常的超音速飞行活动 当时就说测到的超音速飞行活动 比如在51区出现过4到5倍音速的高超音速飞行器 外星人来了 他们当时就认为给这飞机起了个代号 比如叫极光或者叫曙光女神 当时美国空军甚至说在整个冷战期间 美国空军的军费一直有一块黑洞 一般称之为黑计划 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臭油工厂 他们开发出了一系列逆逆的飞机 其实大部分的产品没有公布 这种没有公布的产品 是不是还跟美国的一些特殊的官方项目有关呢 比如曙光女神这种飞机是否真的存在过 从很多美国报纸的报道来看 SR-72就是无人版的曙光女神 它早就研究过了这方面的飞机 只不过说 我有一个合适的借口 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理由 把它向全世界公布而已 好 那么既然说到这儿 我们又会想到在去年 美国海军爆出的一个消息 就是X-47B无人攻击机 它居然在航母上起降成功 据英国媒体报道 2013年5月14日 一架X-47B原型机 从乔治布什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上顺利起飞 这是无人驾驶飞机 首次在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上起飞 X-47B不需人工操作 能独立执行任务 X-47B有能力进行24小时 不间断的情报收集 监视和军事打击任务 按照设计 X-47B将有充足的空间 携带炸弹和监测装置 最多能够携带900公斤弹药 对于航母的使用来说 大家都知道航母飞行员最难的就是保持起降的技能 尤其是最难的是夜间着剑 那么如果说有一种技术能够靠自动的方法实现在航母上着剑 其实它的意义不只是在无人机上 它也其实可以平移在有人机上 你的驾驶员只要是处于监控状态就行 我上去也行 当然你要有自主降落的能力更好 这实际上对于训练对于作战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件事 那么像美国的比如说航母飞行员 那么他要经常起降保持这个技能 甚至于级别都做得很高了 连队长了 有时候还要亲自驾机 也是为了保持这个作战技能 那么有可能有一天这个技术都可以平移到这些有人机上去 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境内一次着陆 对 咱们且不说X-47B对未来意义是意味着什么 单就是这项能够自主着剑的系统 它是个技术 就已经是非常成功了 李老师说的非常对 因为这项技术一直是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的一项技术制高点的争夺 现在在2013年 X-47B吸引了大家眼球 其实俄罗斯在2013年对印度维克拉玛迪亚号航母舍航中测试了这类技术 它叫舰载机辅助着剑系统 当时使用的是一架米格29KUB进行的实验 这项技术来讲可以降低舰载机飞行员训练时间的50% 虽然俄罗斯没有达到了自主起降这么高的水平 但是这项技术的出现 说明俄罗斯也在为自己的舰载无人机进行技术储备 因为俄罗斯目前它的军用飞机两大巨头 米格和苏霍伊都在开发新一代的无人攻击机 而且都具有舰载信号 其中米格飞机公司现在拿出来了它的第一代产品 比如叫SKAT也有叫姚鱼的 这种外形与X-47B非常相似的一种无人攻击机 尽管它没有着剑钩这种特点 但是它的载弹量很大 可以划载两枚X-31系列反舰导弹或反雷达导弹 对于美国海军来讲 这引起了特别大的关注 如果俄罗斯的下一代航母上装备这种类似于X-47B的飞机 俄罗斯又和美国打成平手了 而且在2013年的俄罗斯的内部的一座海军展上 俄罗斯还推出了自己新一代的航母概念 也是一种核动力航母 吨位将近10万吨 采用双舰导设计 三到四排升降机 而且它搭载的舰载机 目前情况来看 可能是T-50 还有了米格29K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 俄罗斯也在搞自己的X-47B 这在将来就会出现一种海军舰载无人机之间的PK和对决将是非常精彩的 X-47B的出现不仅仅是会带来一些所谓着降系统着降技术的评议 是不是也会带来未来空战的一个改变 如果说无人机用来空战 那么它的要求就更高了 实际上比如说按照原苏联做截击机的方法 它的截击机飞行员重型截击机 它靠地面引导的情况下 它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它是不操作的 包括连最后雷达瞄准和锁定地面都可以控制 就是米格31的系列 对 它的飞行员实际上也是可以处于应急状态的 那么这个东西 但是它唯一不同的是 俄罗斯那一套它是地面有铺引导设备的 那么它在大陆上空飞比较方便 那么如果说将来这套技术用于比如说远距离空战 那么通过人操作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现在的雷达 比如相控战雷达 相控战雷达本身它有通信功能 雷达本身是可以用来通信的 这些东西应该是技术上是可行的 唯一的就是说将来会不会引起其他的变化 比方说如果是搭载无认机的话 那就不需要这么昂贵的重型航空母舰了 那么很可能其他的一些小单位军舰也可以用来放飞 或者说甚至有些潜艇也可以用来搭载作战用的无人机 目前来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邀请过很多公司开发无人战斗机 但是它是出现了一个瓶颈 就是飞行员核实取消 无人机最大的弱点就是它在空战中的态势感知能力不足 因为人毕竟是有大脑的 因为苏联和美国在冷战时期研究的截击机系统 它主要的是针对了对方的战略轰炸机 它的飞行的航线比较呆板 只要有正确的截击和引导 抢占正确的发射阵位 发射空对空导弹或者是空对空火箭弹 就完全可以把对手击落 但是如果对手是战斗机 它的航线和航道非常的灵活 千变万化 双方进行格斗空战的时候 这时候飞行员的态势感知能力和态势分析能力 判断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因而目前还没有一个哪个国家说 我已经开发成功了 世界上第一种成熟的无人战斗机 无人化的空战可以说是未来的趋势 但是这段现实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好 那么既然你刚才提到了关于无人机的发射方式 似乎在去年美国还进行过潜射无人机的试验 美国海军2013年12月5日宣布成功进行 从水下潜艇发射无人机的验证试验 水下发射无人机项目从概念设计到验证试验 花费了不到6年时间 美国海军认为潜艇发射无人机 然后再下沉再上浮 但是无论如何 它最关键的技术本身是说它要把一个很轻的东西放出来侦查 它用的是燃料电池 是电动的 这跟通常我们知道的一些比如说传统的无人机不一样 它太小了 而且它飞得很慢 它为了保证长航时 它只能用每小时大概50公里的速度在天上飞 但是能飞几个小时 然后能够作为潜艇的眼睛把侦查的情况传给潜艇或者传给其他水面舰艇 这是一个突破 就是说从水下 然后再等于跨界面了 对吧 因为潜艇最擅长的实际上是听 那么现在它能够做到跨界面了 而且保证它的母艇是不暴露的情况下 这个技术上应该说现在可以做到 那么将来会不会有其他的 比如说攻击型出现 这才值得关注 我觉得这项技术其实并不算太新鲜 因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 美国就开始研究从鱼雷馆发射巡航导弹 当时它的战斧巡航导弹最先具备的是从鱼雷馆发射的能力 它搭载的是一个外置的漂浮载具 等于说是一个巡航导弹的胶囊 鱼雷馆把它发射之后 它漂浮到水面上 这个胶囊打开 巡航导弹再点火 这次美国发射的潜射无人机 实际上走的也是这条路子 但是这次我们要注意 这次潜射无人机事业有最大的异点 这架无人机没有返回潜艇 它是跑到另外一个机场上进行降落的 也就是说美国海军的潜射无人机 目前不具备回收的能力 它只能说我要找一个被降机场降落 在敌方的纵身范围内哪有被降机场 也就是说它发射之后是一次性产品 肯定要被对方捡到 这不就等于暴露了潜艇就在附近活动吗 而且它要返回潜艇的话 这种真正的无人机回收技术 才是美国海军需要突破的关键和难点 我觉得这是哪个国家都需要突破的关键和难点 如果你想发展这个技术 从大海上回收一架飞机 让飞机能够无损的降落 你还能找到它 然后还能让它顺利的进入到你的潜艇当中 我来补充一下 这简直不可想象 这种技术有人开发成功过 二战的时候日本开发过一四百系列大型远洋潜艇 当时它可以搭载水上飞机 它在水面上把这种水上侦察机弹射以后 它由于是水上飞机可以在水面降落 然后实现回收 这是一种很独特的 但问题是那个东西也只是在二战默契弹花一线 并没有参加实战 还有一个你潜艇上浮在海面上的时候是最容易遭到打击的 您如果弄两艘鹅鸭集请你家门口 我倒也挺愿意把它接收回来的 连带您无人机也好 船也好 我们都愿意接收 人还还给你们 好 说到这 咱们感觉好像还是说的一些较为新鲜 但是又比较传统的武器 没有什么好像概念性的突破 那么在2013年有没有特别科幻 特别炫 特别酷的一些武器 星球大战近在咫尺 超幻科技走上前台 从战略级的神器到战术级的平台 激光武器经历着怎样的变化 科技之光正在为您播出 当然真正的说到新概念武器本身 还是指的这些 比如说地下能量激光 2013年4月8日 美国海军公布了一段 舰载激光炮 击落无人机的视频画面 杜威号导弹驱逐舰 在太平洋上 使用搭载的高能激光炮 拦截一架无人机 战机瞬间着火燃烧 并迅速坠入海中 另据德新社报道 2013年11月18日至12月10日 美军在新墨西哥试验 10千瓦作战激光 摧毁了91枚海基炮弹 和数架无人机 我觉得激光武器肯定是 2013年的焦点 因为激光武器在2013年的 美国陆军已经走向实际化了 美国陆军开始装备一种 10千瓦级的战术激光武器 它现在部署在奥什科什 这种重型载重车上 它的能量可以击落小型的无人机 或者说是炮弹 它当然在使用过程中 还需要一系列的 比如反炮兵雷达 以及它的目标截获系统 为它提供目标的坐标数据和引导数据 但是这种武器的出现 肯定标志着战争形态的变化 因为洛赫西德马丁公司还提出 F35系列战斗机 下一步将装备激光炮 取代目前的它的外置式的激光炮 因为激光武器一旦用于市军内的格斗 传统的空对空导弹没有意义了 飞行员在一瞬间就可以把敌方的飞机秒杀 因为它发射的是激光术 而且激光武器在美国海军 2014年还要试验100千瓦级功率的激光炮 这个对人来讲就已经相当可观了 它甚至可以击毁 比如载入大气层的弹道导弹载具 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成就 美国目前在激光武器领先的 就是它的全固态激光器技术 它取消了激光器里头的所有的液体和气体元件 这是美国最独一无二的核心技术 美国在激光武器上的研究也是不计成本的 从20世纪80年代起 它的星球大战计划 就想在外层空间部署激光武器 到了20世纪90年代 它还是把大型的激光器 部署在波音747这样的飞机上 进行大气层边缘的反导实验 这就说明美国在激光武器的研究 已经从战略层面转向了战术层面 说明激光武器实际上是在一个潜移默化中 正在进行普及的阶段 而且2013年的时候 俄罗斯有一个武器博物馆 展出了一项特别特殊的产品 就是前苏联研制的代号为压缩的激光坦克 它装有很多个高能量的激光测距仪式的激光发射器 当时就是用于压制敌方坦克的观瞄设备 或者压制敌方低空飞行器 比如武装直升机或者轻型战术攻击机 飞行员的眼睛 这应该说是一项比较损的武器 比较绝门的武器 但绝对是战场上的一种暗器 激光武器的门槛不一定那么高 只要你搞的巧妙 一样就是武器 刚才我们说到比如说滴滴机1000 还有很多将来的全电推进的舰艇 它的一个潜在优势 就是说它能够给大功率激光武器供电 这个是现在的很多的舰艇 它的发电设备是做不到的 所以也可能将来在激光武器成熟了以后 像滴滴机1000那样的才不会变得很尴尬 它就突然脱胎换骨成了一个真正的新锐兵器了 有的时候它是要几条技术路线 有一个焦点的时候才行 但甭管怎么说 我们从刚才的SR72一直到的激光武器 我们都能看到蔚蓝战争毫无疑问 它更加延续今后的一些传统 或者说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对于技术的追求 对于高技术领域在军事当中的应用的一些大胆实践 虽然说作为人类觉得这一点非常遗憾 为什么这些技术不能被应用民用领域 但是想一想 如果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怎么可能让我们的经济 让我们的民生得以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也期待着在未来我们国家在这些领域当中 也能给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 好 非常感谢两位参与今天的讨论 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